以西节书第26章 第十一年某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因为推罗轮到耶路撒冷说 哈哈 那万族的门已经破坏了 向我打开了 我必得丰满 他却成了荒场 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 推罗啊 我要与你为敌 我必叫多国上来攻击你 好像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 他们必毁坏推罗的城墙 拆毁他的城楼 我必刮进他的尘土 使他成为光滑的磐石 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 因为我已经说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必成为列国的略物 那些在陆地居住的推罗人 必被刀剑所杀 然后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是诸王之王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率领马匹 战车 骑兵和一支大军 从北方来攻击推罗 他必用刀剑杀戮你那些 在陆地居住的人 他必建造围城的高墙 逐起图类 举起盾牌攻击你 他必用弓城锤攻击你的城墙 用武器拆毁你的城楼 因为他的马匹众多 他们扬起的尘土 必遮盖你 他进入你的城门 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的城 那时 你的城墙 必因骑兵 车轮和战车的响声而震动 他的马蹄 必践踏你所有的街道 他必用刀杀戮你的人民 你坚固的柱子 必倒在地上 他们必掳去你的财富 以你的货财为略物 他们必破坏你的城墙 拆毁你华丽的房屋 把你的石头 木头和瓦砾都投在水中 我必使你唱歌的宣声止息 人也再听不到你的琴声 我必使你成为光滑的磐石 你必成为晒网的地方 你必不再被建造 因为我耶和华已经说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对推罗这样说 杀戮在你中间发生 受伤的人都在哀哼的时候 众海岛 岂不因你倾倒的声音而震动吗 那时所有沿海的君王 都必由王坐下来 除去巢服 脱下刺绣的衣服 披上战金 坐在地上不停发抖 以你而惊骇 他们必为你做一首哀歌说 你这著名的城 航海之人的居所 在海上坚固有力的 你和你的居民素来使惊恐 临到所有住在那里的人身上 你怎么绝了鸡呢 现在海岛的居民 在你倾倒的日子都必战惊 众海岛 因你的毁灭而惊慌 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使你成为荒废的城市 像没有人居住的城镇 我使深渊的水上升漫过你 使大水淹没你 那时 我要使你与那些下到阴府的人一起 下到古时的人那里去 我要使你住在地的深处 就是住在久而荒废之地 与那些下到阴府的人在一起 以致你不再在活人的境界重现 我必使你遭遇可怕的灾祸 你就不再存在了 人虽然寻找你 却永不再寻得着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须鼓楼